慈禁麻婆智慧的穗墓祝福 发放则是有171位照顾户出席 提前送上过节需要的油和白米 志工不忘提醒照顾户 记得出席穗墓发放 我们是想到说 那个重量啊 他们有一些也行动不方便 所以你如果到时搬太多东西 也造成他们体力上的问题 所以就先把米油 所以当天的礼包会比较轻一点 这天在慈禁麻婆智慧 岁目发放现场 处处洋溢年节气氛 照顾户和家团圆 与志工犹如大家庭般欢庆佳节 特别特别高兴 这样多一个家庭兄弟姐妹 这样多好高兴 现场还有叮当响的同板声 照顾户将累积一年的主统带来 希望靠着微小的力量也能助人 人家帮我 我帮人家 我可以帮忙 有几多就帮忙几多这样的 你一点为点集起来就多了 结果新年礼包 里头全是过节需要的 林昌和应逸的太太脸上 也浮现笑容 团圆欢庆新年的同时 也不忘发挥爱心 将爱散播出去 带来新闻 徐伟廷 苏星仪 马来西亚报道 我和我们一起去 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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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忙